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加入了山智 接下来再来到大妈这一边 她的一拳霸王色缠绕 已经让佩吉万被秒杀 看到了这一切后 乌尔提爆发攻击大妈 然而由于百千代突然摔倒的原因 乌尔提却击中了大妈面前的小玉 看到自己的朋友被乌尔提打伤后 大妈对乌尔提暴怒 但在大妈之前 却是纳美先攻击了乌尔提 乌索普这时对纳美说 等一下 我们该逃了 但纳美这时却看着乌尔提 愤怒地说道 乌 我无法忍受一个 竟然会伤害孩子的人 我现在就要在这里解决他 好了 本期内容就是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是外行员 我们下期再见